传统电子游戏场一整排游戏机 近百台博清歌机台就位在台中 五七四围中路 对比盐宽恒财产申报表 其中一处房产就是这里 盐宽恒财产申报表中台中五七四围中路 面积458.64平方公尺 和地震成本上头面积符合 登记日期都是96年1月31号 主要用途就是电子游戏场 当地居民说这间游戏场开了十几年 盐宽很够力 在地好几家游戏场所都有查干谷 还说这样大家才会支持它 不过仔细查电子游戏场的地在盐宽很名向 但负责人却不是他 大家知道游戏机的厂子是一本万利 所以当然他以他的经营的那个经营的头脑 应该他是会投资 第一是他的至于他有没有涉足其中 那就请有关单位去查他的那个营业执照 稍微吃掉陈其勋说过去盐家有游一场执照 现在执照已经易主 询问盐宽很竞选团队表示 早年某位建商缺乏资金 把土地卖给盐宽很当时就包含地商务跟租赁合约 但盐宽很没有参与投资和经营 不过盐宽很名下土地和建武经营电子游戏场所 是事实对照先前他呛菜提上网路呛堵时歪风 让人更有联想空间 在新闻的珍珍的新闻 台中采访报道